YOU YOU YOU, WHAT'S UP EVERYONE? 突然间觉得我好帅哦 哈哈哈哈 好嘞 今天呢,我就要带你们来一间 名字叫面酱 这间呢,就真的很出名 然后也是我一个朋友介绍我过来吃 已经很多年前有一个朋友介绍我过来这里吃的 然后他就带我来这里吃 吃了之后是真的好吃 偶尔我还会自己跑过来吃 但是,老实说,打包我真的没试过 因为,Glow面打包回去 很多食物打包回去之后 它不一定好吃 所以,今天我们看看MCO 打包这个面,开一下 到底还好不好吃 Let's go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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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——Y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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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真的真的差很远的 我一个很出名的网红 他也是这么说的 他就觉得打爆了回来的东西很多时候味道会跑掉 所以我们来试试这一家看好不好吃 首先我要这个寸战台一下 因为他用这个盒子真的很方便 然后也比较漂亮 然后这一间他就看起来很精美 不错一下 卖相是不错一下 他的叉烧多么漂亮 这个他里面有放肉碎叉烧 我觉得他这个叉烧应该是自己做的吧 看起来挺不错的 先试一个味道 还可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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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味道不会跑很远 还可以 味道不会跑很远 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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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真的不错 嗯 那肉碎也好吃 诶 他这个叉烧 炒到 好吃诶 我就一定要放一点辣椒 辣椒也可以 嗯 嗯 嗯 真的不错诶 可能 他面在我口中里面算是很弹性很Q的 我刚才发现到他一件事情 就是他烫面的时间比普通人烫面的时间还要长 通常很多时候他们是随便烫烫烫一下过来 然后我家烫的时候他之前给的面也有一点点不一样 跟别的 呃 可乐面蛋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别人的都是圆的 他这个会有一点点扁扁 他口感很好 嗯 嗯 好吃 然后 叉烧他本身 他们应该是自己做的 不是跟别人拿的 所以他 他的外皮 你看不看他黑黑的样子 你吃运气的时候他会有一种香气 有一种焦焦的样 哇 爽 嗯 废话不多说 我要吃饭咯 拜拜 不要忘记 订阅 按赞 分享